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来看一下东线 东线俄罗斯方面目前推进速度也是比较缓慢 那我们目前的方针还是想办法尽快结束掉在南美的战事 但我们现在有个问题 就是我们现在陆军师数量不够 装备还有一定的赤字 包括英法方面现在也暂时没有多余的实力来支援我们一些装备了 那我们现在就在亚马逊河这里是留了两个部队守住这边的关卡 不让他们打过来就行了 目前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再爆一点兵出来去帮助治理人在沿海进行一系列的登陆啊 那巴西的胜利点全都在沿海 全都在沿海啊 我们必须要想办法尽快的爆出海军 然后走那个登陆计划才行啊 那我们现在就去让时间走吧 好 各位啊 401年12月6号我们发现我们的海军并没有办法取得这边的制海权啊 那就非常的麻烦了 我们就真的没有办法走海路去结束对巴西的战争了 这个我们是通过第三国际的支援啊 获得了一些小破船小破船啊 哎呀 那那只能慢慢的打过去了 我们现在是解解开了对这个巴西方面的情报影响啊 就就就那个情报支援啊 那现在看一下能打多远吧 这一波 没问题 嗯 对 对 对 给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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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不需要 感谢观看 很快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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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感谢观看 那我们下